大家好,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10月24号周六 上午的9点11分啊 9点11分911啊 911事件啊 现在有个消息给大家看看啊 这是一个调价通知 调价通知啊 尊敬的各位经销商客户冒号 因今年受疫情及自然灾害影响 全国几大产粮区临 临收割季节时 又连下两个月雨 所有稻谷均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 总体大米产量 对比往年约锐减百分之三十 由于产量减产严重 农民收入减少 造成各大产区农民 对稻谷吸售 珍稀的稀啊 出售的售 就是不想卖啊 对稻谷吸售 造成原粮短缺哄抢 造成原粮短缺哄抢啊 这很严重啊 目前各地米厂 大米加工厂啊 米厂 已经都进入疯狂抢粮模式 这一旦市场有恐慌 它是越缺越抢 越抢越缺啊 那么 甚至造成有现金 还买不到倒股的现象 将于近日开始相继涨价 涨价幅度按当日市场 价格定价 按公司对于未来 一至两个月的市场行情预测 每吨大米最少涨幅 200至500元 公司定于2020年10月19日起 所有的大米单品 开始陆续调价 望各位客户在订货时 注意寻价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感谢新老客户的理解与支持 江西新粮 新是撒金啊 上面一个金 下面俩金 江西新粮 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这个上面披露出来很多信息啊 这个上面说 今年啊 这个全国几大产粮区 他就是做粮油的啊 就是我也做粮油啊 我当然我现在不做了 就是我们这行里人啊 就是行里的一个江西新粮啊 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他就做粮油制成品的 或者叫粮油加工的啊 他说所有稻谷均受到 较为严重的影响啊 连下两个月的雨 还有疫情 还有自然灾害 前一段我给大家放的那个视频 做的节目里边 东北至少有了黑龙江两个视频 吉林一个视频 都是跟前一段的这个台风有关系 还有其他的原因 水灾啊等等的啊 那么全国啊 总体大米产量 比去年约锐减30% 那全国要都缺30% 那可是个大事了 那中国这个缺粮的形势很严重啊 所以你看他说 呃 由于产量减产严重啊 造成各大产区农民对稻谷吸收 吸收就是不想卖 这粮粮食产量啊 包括水果粮食 他都分大小年 大年和小年啊 今年就是个小年 中国的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啊 中国有很多的好地都盖楼了 搞房地产开发了 搞各种的经济开发区了 现在开发区也好 还有这个楼盘也好 占用的都是好地 平等的土地 所有的大米啊 这每吨大米最少涨价200到500元 这个涨幅就不低了啊 涨幅就不低了 然后所以就陆续调价了 他们的产品就全调价了 请大家注意吧 希望中国大陆啊 十几亿人口千万别缺粮食 谢谢大家